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贯穿了中共党的历史的一切 中共发展历史的一切的现在唯一剩下的人 那今天走了2月16号 他女儿李南央最早的消息是来自于他女儿李南央 而他李南央并没有在身边 在李瑞老人离开的时候只有他的秘书跟他的现在的太太 那他秘书跟太太据说这个 因为人走了嘛 就已经被党中央就把尸体给看起来了 他们不能再去看到这个李瑞老人的尸体了 那个遗体 那李南央呢 他的女儿呢 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参加自己的父亲的葬礼 在他最后离开北京 离开北京回到美国的时候 他住在美国了 他女儿住在美国时 他父亲在大概八九六四之后 跟他女儿说 你带着孩子走吧 共产党没戏了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比较特别的 相当特别的人物 是中共党内最开明的人士之一 推崇宪政 推崇三权分立 推崇民主 那这是他 而他又是中共最早期的 最早期的党员之一 而他当时参加中共的原因 是因为看到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独裁 不民主 所以 那而当时毛泽东的概念 就是要 以美国的宪政民主 作为一个未来中国的 未来中国的一个一个走向 这是一个非常应景的一个人物 非常贯穿整个历史的人物 还比较 另外一个比较特别就是 这是我刚刚看到的消息 他的女儿李南央 带走了他 大概从192 193几年 是194几年 他所有的党史的 他能知道党史的资料 他做过 毛泽东的秘书 做过毛泽东秘书 当时他的原因就是 对三峡水坝的政策 毛泽东没有建三峡水坝 是李南央 是这个李锐直接建议的结果 从而 毛泽东把他弄成自己的秘书 但是没多久 大概这不到一年 就赶上庐山会议 他在庐山会议呢 又批评了大跃进 所以就给他下了大狱了 所以他是一个 就是 就是一个大起大落的人物 那跟邓小平类似 大起大落的人物 但是他比较 他蛮有趣的 等到了胡耀邦的时候呢 他成为了中组部的副部长 常务副部长 所以在中共 在这个胡耀邦包括平反的过程中 包括建立中共党内第三梯队的过程中 他是最主要的操盘手 他是真正的操盘手 习近平就是被他 被他曾经面试过 被他曾经考验过 就是 就是这么这么个人物 他曾经直接跟海外记者 跟美国之音的记者说 没想到习近平的文化水平这么低 小学 他小学没毕业 他就 习近平就跑到陕北 到这个这个 梁家河去 去做农民了 他实际是逃生了 那这是一个前后 围绕着 这个围绕李锐呢 太多的故事 昨天在这个 昨天在这个 苹果日报等 所有媒体都在等 因为这是一个时代 这是一个 他是一个标志性的 时代的结束 你可以把它讲成是一个 在中共体制内部的 改革派的人物的消失 因为他 他太具有 跨时代 他跨越了中共整个历史时代 后面的人 可能 如果跟他比较起来 总是没有他那么丰厚的 对中共党的历史 那么丰厚的过程 那种概念 你想毛泽东死了多少年了 对吧 76年 76年到现在都43年了 你再想想 在庐山会议时候 他就接触到 他是毛泽东的 他是毛 庐山会议之前 他是毛泽东的贴身秘书 非常年轻 他的一生的过程 就是他的一生 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掌握政权的一生 基本 是这么回事 他党龄是80年 他101岁 党龄是80年 他比中共建政长了10年多 长了10年多 所以 他的死 代表整个中共历史的死 任何希望都结束了 但我个人觉得 比较有趣的 就是说比较有趣的 就是去年的2月份 是这个陈小鲁的死 对吧 陈小鲁的死 我们当时跟大家讲过 我说 那个当时我们节目做的蛮快的 但是让我非常吃惊的 就是陈小鲁在死前 2月28号 2月28号 在死前 就是 他是当天晚上9点多死的 在他的上午 中午的时候 他还跟他的朋友玩了一个 玩了一个所谓的 苹果日报 把它叫弃功疗法 后来我节目出来之后 我看苹果日报 就把那说法就给删了 那不叫弃功 那什么 那个 那个是一个很 很特别的东西 我个人能够说 我个人就是说 那是一个 能够意识到 每一个我们人 能够意识到 自身身体的那种玄妙 那根本不是弃功 自身身体的玄妙 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玄妙 有些朋友可能看过 那个那期节目大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那么多人看 那期节目 跟大家介绍 当时在 陈小鲁玩的东西 就是他是透过视频出来 那个手呢 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怎么玩 四个人 一个人比如说 我先坐椅子 就这么坐着 我是 四十年前 四十多年前 对不起 三十多年前 玩过这 八七年 八七年是八六年 玩过这 那是最开始玩 在北京玩的 曾经举过很有名的人 咱们不说 是文艺界唱歌的 男的 这个 男高音 不是管闺蜜 那是个大胖子 我们不说是谁了 在什么地方 举的他在一公共环境中 那个环境是 是这个 薄熙来的哥哥 应该是 薄熙城的买卖 在那儿 举过这个 玩过 玩过这游戏 当时 偶然碰见 这都是偶然的 没有什么特异的 没有什么背景 那时候我只是说 我跟大家当时玩过这个 那我玩这东西 当时是从 一个 我的相当记不起来 是一个朋友 从天坛那边 那是在 在德尔门外头 在地坛那边 什么人学的 但应该 就我个人来讲 应该是 玩这个 很早的一个 玩这个很早的一个 所以我没想到 在去年看到 陈小鲁去玩 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开玩笑 陈小鲁玩了三十多年 我没想到 在中共 这样的人物呢 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对这东西很感兴趣 这些老人当中 这是没想到 那他们晚了三十多年 这是事实 如果朋友不信 我到时候跟你说 当时我举那有名的人 是怎么玩法 四个人 一个人坐在 被举的人 那个是把人举起来 被举的人坐在椅子上 大巴 什么 多重的椅子都没关系 然后四个人呢 站在他的四个脚上 两个腿 两个腿的位置 跟两个肩的位置 站两个人 两个人在前 两个人在后 然后呢 这个 一开始的时候 是迭罗汉 这个东西 在这个就是我们 三块额骨 三块头骨合并的地方 就是人的原神 原神的地方 活的带的地方 小孩的地方不是空的吗 把你的手心 对称他的位置 大概在十公分 迭罗汉 我忘了是 应该是先左手 那时候是分不过男女左右 男左女右 男的是左手在先 女的是右手在先 大概是 那太久了忘了 就是四个人 比如说我伸出左手 你也伸左手 四个人都是左手 我在伸上右手 那四个人都是右手 手与手之间 尽可能的是在 这个手心的中心位置上 迭罗汉 但绝对不能碰上 彼此之间的手 不能碰上 那当开始做的时候呢 沉默两三秒钟 就是沉默 人静下来 舌头也顶上膛 那时候舌头顶上膛 不能咬牙 嘴唇不能张开 不能说话 这跟练一般 练气功的很多要求 是一样的 完全是一样 但我到现在 我不认为它是气功 也没有什么谁教的 就是大家玩这么学起来 就这么玩起来 后来我个人 只是觉得很好玩 因为打小 练武术什么 那个是那么来的 所以落起来之后 心里数十下 其实十秒钟 然后一次退下来 就是最上头那人呢 撤下右手 那一二三 就一次撤下 撤下来之后 把手这样 手是这样 这个手指头 这扣上 然后这么做 那前面两个人 在是大腿的那个 就是大家气概 那个位置上 把这手指头插进去 后面的两个人 插在这个人的 赶着窝这个地方 不能说话 不能出声 不能说话 不能出声 然后你就示意一下 往其举 你可以把这个人 我举 我们当时举的最好 说 给他举到 就完全举起来 手一直举起来 可以做到 为什么可以做到 举的人会感觉到 被举的人 没有任何重量 没有分量 没有重量 但是 谁只要一说话 嘴一乐开一乐 谁那头就先掉下来 这是我们去年 当时 陈小鲁在 早晨是下午的时候 在跟他的同伴们 都是老人 一看都是老人 在玩这东西 他们还在拍片 拿手机在拍 说非常的神奇 他们认为很神奇 所以我当时做那期节目 我也挺感触的 那陈小鲁比我大很多了 却玩了我 三十多年前玩的东西 等陈小鲁死了之后呢 没有盖党器 对吧 什么都没盖 有些人还去解释 我觉得 说他为什么没盖党器 我觉得都下班 没有任何意义 他爹是那么来的 中共政权是他爹 打出来的 对吧 那八一起义 南昌起义 都跟他爹 直接有关系 你还有什么吹牛说 他这都瞎掰 没用 那个天下是他们家的 习近平比他差一党 差一党差两党 如果在中共党内 有贵族的话 人是正经八百的贵族 习近平掺了杂色了 他是陕北的 习近平他爹 永远没走过长征 所以中共 中共的环境中 是最 种族歧视的 如果你把它叫做 种族歧视的话 三六九等 最大的东西 就是这个 所以在外头 看那个中国人说 说你是歧视 歧视 我觉得就有 很多情况下 我觉得就是个小 你别介意 是小 是你自卑 你的自卑 你的无能 你对生命上 被共产党的党文化 摧毁之后的表现 我不好说是垃圾 但其实差不多 在中共体制当中是这个 所以陈小鲁当时去年的 这个时间的死 带来了那么一份东西 你看看 从三月份之后 到今天的二月份 一年下来 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什么 这是一个巨大的标志 就是 川普很显然 有着一种 类似信仰的背书 有着神的信仰的背书 而习近平却完全 以中共政权的概念 以一种 完全中共邪恶的背书 这是人生命中 善与恶对来 我当时那期节目 我只是说 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示 令人感触的提示 令人瞠目结舌的 2018 那是因为陈小鲁的人物 标志性的人物 他死前做的动作 而做这件事情 恰恰这个游戏 基本是我个人 不是我创的 但是呢 我个人是北京城 最早玩这个人 偏偏又让我看见 偏偏咱做的节目 很有趣的 而他死后不盖党旗 而习近平呢 出于家庭的那种概念 只能让他弟弟去了 习远平去了 对吧 那李锐死 习近平怎么办 李锐直接曾经 对习近平有过诸多的评价 而李锐 他作为这个 中共历史中宪政 就是宪政改革的代表 是人物的死亡 这是一种标志 就是中共的 与中共任何 在中共体制之上的 任何的改革 都已经消失了 就是中共完全走向一种 完全是一种 魔鬼式的 与人 与政的 善的生命 完全对立的一种标志 就是他没有任何生路 生门了 亚当夏娃下来的时候 在这个 不是原话 他那里 就是说 在他一点园 有一棵生命之树 给他们打下去之后 让他们远离生命之树 那生命之树不就是 你在八卦里叫生门 还是死门 对吧 好像是 很多算卦是怎么说 说有生的机会 对吧 有重生的机会 有一种活的机会 那李锐的死代表 中共体制本身 就是中共本身 所有这些机会 都丰美的 只要李锐在 那在共产党内 就有宪政改革式的 代表式人物 他到现在也没退党 还有他没退党的理由 所以我以为 这是一种时代的标志 这完完全全是一种 时代的标志 介绍的文章非常多 BBC呢 在今天早晨 他有一个时差问题 我不知道他 他写的是今天 BBC中文采访了 这个李南央 李锐的女儿 所以我们就用他女儿的话 才被采访了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 在另外的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 不同的人 对他的评价 而李锐直接 跟习近平有关 这篇文章给我的感觉呢 BBC早写出来了 有感觉BBC 把他前面的很多内容 都已经早有准备了 因为李锐几次传出来病危 所以呢 但人没有走 他这篇文章就一直扣着 结果在 消息一传出来 他立刻 写了这么大 他立刻写了 写了这么大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很大 这篇文章很大 李南央女儿 在16号早晨8点32分 确认父亲离世 享年101岁 接受了BBC中文采访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间接受的 因为他好像 李南央好像住在美西 旧金山那边 所以应该 如果是采访的话 我就说不好了 这个时间应该是讲的 中国的时间 12小时 他不止12小时是差 对吧 他应该是讲的 中国的时间 所以出现这种场面 但这应该是最新的消息 他首先 李南央首先讲 从1935年 1935年 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 1935年9月9号 遵义会议 毛泽东主政 2018年3月份 所有日记原件 都捐献了出来 在美国的胡佛战争 革命与和平研究所 永远保存 在未来几个月内 将向大众公开 他所有的日记 和李南央和他先生 用了十几年时间整理 恰恰就在几天前 刚刚录完了 说到这里 他就哽咽了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1935年 毛泽东获取正前 遵义会议 毛泽东主政 8341 就是出自于1935年 4141年 在中共党内掌控41年 所以 那李锐如果从那个时候 就给留下来的 这个东西就有 那是中共党的整个历史 2018年3月26号 去年3月26号 去年3月26号 什么日子 去年3月20号 两会结束 习近平获得了修改宪法 3月22号 3月23号 金正恩到了北京 3月25号 金正恩见了习近平 那 川普开始在 钢铁跟铝制品 增加关税 宣布进行 钢铁跟铝制品 关税战3月22号 3月 3月22号 完完整整的历史 完完拥有了 从1935年 毛泽东主权到 习近平完全进行独裁 如果叫个人独裁 那这是太珍贵了 是因为珍贵在他这个人身上 记载了毛泽东全部历史 共产党的全部历史 所以这是我觉得 为什么选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看到这 这是一个 这是个价值 这是个 你看他等于计数了 当然是占有他个人的角度 占有他个人的角度 计数了整个中共历史的罪恶过程 成型的过程 罪恶的过程 那当然 李锐自身也 在中共当 中共的环境中 李锐自身既是被中共迫害的人 同时也是迫害别人的人 这是 这是他的环境塑造 除了日记信件 还有他的书 叫什么 龙胆子集 庐山会议期间 图改的工作笔记 内容大概有一千多万字 大概是他父亲留下最有历史价值的 可以帮助后人的东西 是 那 肯定会有他的片面性 这是没错的 但里面他记述了大多东西 包括中共党 恐怕到包括中共党史都不存在 被销毁 被销毁 因为作为独裁者来讲 没有人愿意被别人知道历史 对吧 没有人愿意被别人知道历史 文革子说 江青就曾经深度迫害过那些 在江青年轻时跟他睡过觉的男人 那江青 很多人跟他睡过觉 刘海素也一样 画画的 所以这个他就这样了 那这就是中共的 你要从毛泽东的角度来讲 那江青是他的国母 是国母了 所有爱国者你别不高兴 你爱中共党国 你的国母就是个破鞋 北京话叫破鞋 什么叫破鞋 谁过来都可以穿上 相当难听的 但那是真的 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 你爱听不爱听 你爱国不爱国 反正你就这东西 别的不用跟我下车 他觉得很幸运 最后把这些具有价值的东西 历史资料 找到了很好的归属 这么多年来 我和父亲 做地下工作一样 一点一点 把他们带出来 那应该讲是非常难的 所以这里面 上来他讲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整体中共的结束 中共的历史的结束 一切的结束 那习近平正好 他处在了3月26号 前后的时间表 正好是习近平 在3月25号 见了金正恩 我们看到了习近平 获得权力之后的 完全改变 所以这是习近平 有限的时间里 完全把中共带入崩溃的年代 没了 完全没 所以他的时代 就像陈小鲁的死一样 里面代表着一种生命的含义 就是中共历史崩溃的过程 原因就是这些人物 和正好跟习近平的做法完全吻合 跟习近平的改变 跟做法完全吻合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完了 就是兑现了习近平自己 方德始终的忠 129运动前后加入共产党 抗日青年 著名的改革派 身居高位 说服毛泽东推迟三峡工程 组建了党的第三梯队 是他自己组 他亲手组建 习近平是第三梯队的成员 他是主要的审查者 跟其他高官一样 在数次政治斗争中 博弈中起起落落 但他命大没死 他是命大没死 党史毛泽东的专家 建言宪策推广社会 宪策希望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 叫十一世议 对于他的追随一生的党来说 自己变成了敏感式人物 他不只是敏感式人物 是个非常麻烦 所以这是他的特点 我们就说这是他的特点 我觉得很多细节无所谓 主要是他的 这个人物在中共党内的 他的位置 他的代表性 那当他死去之后 他的终结性 何时宪策政大开张 八十八岁的时候 做这首诗 何时宪策政大开张 八十八岁 死乎一百零一岁 往前解 往前解十三年 十三年 二零一九年 零六年 零六年 那这个时候呢 零六年他说 何时宪策政大开张 07年习近平上了台 所以那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那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希望透过当时习近平上台也好 谁上台也好 希望中共党内的改变 那是习近平出现 党内的改变能够达到宪政大开场 所以一切都期盼着中共 像人一样有改良的机会 这都是中共 以中共作为 就是不能认识 不愿意承认中共的魔鬼品质的人 善良的人们 它的局限性 党内历次政治斗争 没让它折腰 这是施滨海对BBC讲的 跟李锐认识多年的历史学者 他下面说了 这个人已经死了 这个人在去年出车祸 去2018年12月份出车祸 这个人没了 他这篇文章下面注了 所以这篇文章是他早写出来 BBC早准备好了 那也就讲说相对是比较完整的一篇 但太长了 性格直率感言 很多人经历过这种磨难 都沉默了 但他一直在说话 呼吁改革 呼吁尊重宪法 实施宪政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出版自由 多次检验 那就基本就这样 所以我刚才说 在中共范围之内 这些代表着中共还有着生命转型的这种人物 全都消失了 去年的陈小鲁 去年的陈小鲁 今年的李锐 都在二月份 二月是个很特别的日子 一月份 对不对 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八 然后讲他个人了 这就无所谓了 2018年修改宪法 删除了习近平要搞终身制 这是他说的 习近平要搞终身制 大家注意到 整个他的日记 就写到这个时候 是他整个文献资料的最后结束 习近平要搞终身制 四月十七号 生日当天 然后住进医院 这是 所以他三十六 四月十七号住进了医院 四月十六号 十五号 是这个 是这个胡耀邦的忌人 那他是帮助胡耀邦 进行第三梯队建设 跟习近平最后一次接触什么地方 他是习近平在浙江省 任省委书记的说 他说 姑且我也不知道 他的文化如此之低 美国之音曝光了 影片 而这件事情给他带来了很大麻烦 而当时 吃饭的时候只有四个人 所以这是李锐非常 别人不知道的 习近平个人去请李锐的全家 可能是李南央 李锐的太太 李锐的女儿 李锐本人 习近平四个人说这番话 所以这是他 这是我们看到的 他的评价了 八十多年的老党员 出版物 根本不让他出版东西 中组部什么都找他谈话 这都 就这么回事了 我觉得就这么回事了 他女儿说 他女儿曾经 李锐自己讲 五十年代 八十年代 两个时期 我一共由中央各地出版 公开十七本书 第十八本 李锐近作 只能由香港出版 所以他的书是被查封的 李南央曾经带过 李锐口述往事 从国外 从美国带入大陆 被海关 被北京海关给他扣了 他起诉过北京海关 就这么回事了 深刻反思 中共党内的凶险 残酷斗争 以及他的老领导 毛泽东的深刻的反思 原因 79年他到美国去 他惊叹了 他对美国的繁荣 人性 社会的一切 对他的打击巨大 父亲看到了 美国的状况说 共产党完全错了 79年 40年前 所以这是 这是一个 我们这些 对于我们来讲 没有什么意义 这人都走了 就是说 在我个人的看法的意义 就是 你看到了 共产党随他而去 就共产党任何生的机会 会随他而去的 然后这里讲 就是 人家的资本主义 更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 这是他的说法 六四事件 对他打击巨大 跟女儿说 你能走 就带着女儿走吧 这是对 李南央的说法 李南央现在就在美国了 而他留在党内 是说 他希望能够 产生更大的作用 在党内说话有分量 他不退党 所以 他死后 不该党旗 死后不该党旗 李锐早起遭受过迫害 他最初投奔共产党 是为了救亡 后来把他弄死了 看到国民党不民主 所以他就如何如何了 他讲 父亲对共产党 能够有这样的反思 很不容易了 因为他自己 曾经也是很共产党的人 在土改三反五反时 曾经也害过人 然后他提到了一个 最后提到一个说法 人生在世 受四个限制 时代 知识 思想能力 个人品德 前三个 不是他的 在另外一篇文章 他说过 前三个内容是谁的 我忘了 我会跟大家介绍 第四个是他个人讲的 个人得品德 我觉得他能加成 个人品德这句话 相当不足 个人品德是什么 个人的道德 道德是什么 道德是源自于人的灵魂 而人的灵魂是什么 是神造的 神来 神来的才有品德可言 那毛泽东 共产党的概念 一定是时代知识背景 思想 观念 理论 方法 对吧 一切都是外在 与肉 与肉同在 他把灵魂作为一种 来标榜自己的一种形容词 而不是自己生命的真实 有这种独立的人格 相当不容易了 在那种 他的缺憾 就身在那个体制当中 有深刻的党文化的老爷 李南央用了 现在很多人承认党文化的说法 很多人承认党文化的说法 包括这些人 九平共产党 和解体党文化 这两本书 在社会中产生了作用 承认什么叫党文化 承认什么叫党文化 所以 受毛泽东重用 三次受难 这都 我觉得都无所谓了 我个人觉得都无所谓了 他只不过 他只不过是一种个人的旅同了 为历史作证 他被文革平反后 被任命为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清理省级班子 提拔干部 我不知道是79年还是80年 因为那是78年三中全会 十三届四中全会 是邓小平改革开放 终止文革的概念 所以他应该是那个之后 习近平是 哪年69年去的69年去的梁家河 跟这个王岐山是一个时间 69年去的梁家河 他待了七年 所以他待到76年 然后76年之后 他去的清华读的书 清华毕业之后 大概读到79年 清华毕业之后 他去的耿彪那认的 到耿彪那做的秘书 他父亲那个时候 已经到了广东省 任省委书记习仲勋 所以这个时间 应该他是在前后这个时间 那整个讲的 它是一个 是一个整个建政的过程 我个人的说法 基本就是 倾向于就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所有人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这个时代的终结 是指中共的历史的终结 如果想 如果从某种角度来讲 特别是他女儿总结的书记 总结他的历史记录 就是习近平大搞独裁之后 一上来 他就结束了 时间是个神 时间是个神 这个标记性太强了 太强了 朋友们如果感受不到 这种内在的生命的标记性的话 你得过生日吧 人都有生死吧 它不都是时间的计数的过程吗 那当这样 他的一生的总结的概念 这么强的时间性的话 你难道感受不到 他的那种 生命内在的那种活力 就是时间本身就是生命 他在技术着 他技术着 某一个生命 任何一个生命的 他的生命过程 同时 他在展现出 一个生命将要结束时 他的标志性的动力 就像人将要死去的时候 有着类似的东西 一样 周末愉快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